今年塔斯的車離子 因為澳洲的天氣都可以 所以今年來香港產量也增加了 價錢比上一年便宜了10% 塔斯車離子通常是做東前後一個星期到 今年12月24日便出現第一批 每年都大約兩個月便完長 之後大家就算看到有也不要亂買 其實每一盒都會有一個標籤貼在塔斯旁邊 會寫明你的尺寸是多少個厘米 其實是幾個圓周 其實塔斯車離子都會有幾個尺寸 通常是26-28 28-30 30-32 32-34 接著是34-36 接著是36 通常大家一般都會買30-32 這是一個正常的尺寸 接著會寫它的品種 接著會說它是哪一個農場 那些道產 還有它會說它的出產地是來自哪裏 再說它是多少kg 選擇車離子 首先我們要求店主或店員打開給你看看 首先那盒車離子 最基本都可以先看一看其實它看上去精不精神 有沒有一些光澤 再加上可以再看看是否都是比較多青釘 這條釘其實就是說它的車離子新不新鮮 其實如果新鮮的車離子 好像這顆一樣 簡直會有葉子 選擇車離子 除了精神之外 其實儘量都不要選擇一些比較有損傷的車離子 但是其實有一些車離子 大家都會留意到 其實因為它們的框 都是不規則的形狀擺在這裡 有時候都會有機會 因為那條框 去壓倒那顆車離子 是會有一個凹痕 但這個是一個比較正常的情況 大家就不需要太過戒懷 每一顆車離子 是否真的會全部完整無缺 其實真的不會 將一張普通的廚房紙巾 放一張在裡面 然後再關上這個袋子 關上這個袋子之後 再蓋好蓋子 然後放進雪櫃 倒轉來吸 令到水份會掉到廚房紙上 而廚房紙需要每一天都和它換 因為一天你已經發現 那張廚房紙已經軟了 甚至是濕濕的了 其實它已經幫你吸引一些濕氣 在車離子裡 通常用這個方法 如果你包合車離子是漂亮的 和新鮮的話 其實通常四五天都可以的 沒問題的了 吃的時候就是 你吃多少粒 就拿多少粒出來 吃多少洗多少 因為車離子如果洗過水 皮就會很快會爛 可能兩天你都已經爛了 在那裡 做得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